我覺得朋友就像沒有血液關係的家人 然後當你一個人在外面的時候 他會照顧你 我喜歡拍片嘛 然後參加了學校的拍片活動 因為這樣就認識了春雲導演 就變成他的學生 今年他帶我去看看海外的客家人 在不久我就要即將飛往印尼 然後這一次是我第一次去印尼 然後我希望大家六個小時過後 到印尼可以看到 就在台灣看不到的有趣事情 印尼有個叫三口羊的客家莊 他離台灣有三千公里遠 然後導演想要記錄當地小朋友的生活 然後我也想看看他們有跟我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三口羊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就是很像台灣的鄉下 不過有些吃的東西是我沒有看過的 像是沒有頭的青蛙 或是那個椰子消沉的糞 我們跑了一整天 就只遇到幾個小孩 他們有的不理我 有的聽不懂我說的話 於是我們透過當地人的幫忙 找到了一間小學 希望可以認識更多的小孩子 現在要去就爛校找我們的學校 然後一下他跟他們說要學生打招呼 然後就很緊張 怕講不好他們聽不懂 他們一看到我們就躲到很遠的地方 可是每個人都對著我們笑 我感覺他們想要認識我們 只是找不到方法而已 你給你看看我們就是逃 一直逃 一直逃 他們不知道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來 拿那個消沉中 你們 都得了 看一家做好朋友 對小朋友 不小心從樹上掉到水缸裡了 看到他們的課本 因為全部都是間體字 然後我又看不懂 所以會覺得有點無聊 到水缸裡了 走囉 出去玩囉 你去搶一個小手套 還是感興自己帶一顆球來玩好了 厲害的還是一般的就好 我覺得崔雲導演很厲害 因為他一下就可以跟他們打成一片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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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拍球 坐在這邊 休息啊 然後擦 相近的鏡頭 裝掉了 快擦乾淨了 可是我覺得我不太擅長 面對這麼大群的陌生人 都是要先認識一兩個朋友 然後再從他們去打入其他陌生的朋友 第二天大早 第二天大早 有兩個新朋友 要帶我去田裡乾尿 他叫細菌 是這塊田的主人 那是怎麼搖 那是怎麼搖 搖完這邊換那邊 搖完這邊換那邊 然後這邊又搖完換那邊 走走 大概過了一個小時吧 我跟他慢慢才開始有話聊 我為了更了解他 所以我找他做了第一次的採訪 你早上都能找起來來趕鳥嗎 6點 6點 那都是趕鳥完之後去上學嗎 嗯 很緊張嗎 很緊張 為什麼 因為很怕 很怕 第一次 第一次看攝影機 嗯 看你滿身大汗 那趕鳥會 趕鳥就是很累齁 嗯 算累 有沒有石頭 8條 好拍 漂亮 有嗎 有了啊 這天下午 我們又去了一次學校 這時候我和細菌是好朋友了 然後他還借我的相機去玩 你看到我們拿來 這麼就是拿一些攝影機 你會害怕嗎 會 從開始會害怕 那到了後面呢 不會 不會 會對這些東西有興趣嗎 有 怎麼說 你會很好玩 很好玩 沒看過 沒有 我只有第一次看到 這是我第一次在運營 覺得很開心的時候 因為認識了細菁馬 然後又認識她的朋友 然後又在玩我最喜歡的籃球 所以我就覺得很開心 這種順重的決定下 現在我絕對要脫鞋了 脫鞋子 脫鞋子 回到鄉下生活 我們是很好的 撞車 會來的 會來的 我來的 牠 你很鹹 我來的 我去 你趕快收 你趕快收 我去 你快收 你快收 你來的 還有什麼啊 多冷水 台灣還有熱水可以吸 可是不知道 冬天的時候他們一定會煮熱水吧 三口羊沒有台灣那麼方便 沒有熱水器也沒有洗衣機 生活就過得很簡單 一開始我不太習慣那樣的生活 可是跟他們一起玩啊一起唱歌 那些不方便我就慢慢都不在意了